这对夫妇为了躲避核弹 在家底下建造了避难所 两人刚进去地上房子就炸了 完了完了 核弹袭击真的来了 丈夫身为科学家 为了避免核辐射 特地给避难所大门设定了倒计时 只有等到35年后 大门才会解锁 然而他们并不知道 刚刚砸下来的不是核弹 而是一架失事的飞机 真是聪明反辈 聪明物 由于妻子怀孕在身 没过多久 便生下了儿子亚当 爸爸想到 一家人以后要待35年 早就把避难所打造得应有尽有 不仅资源储备充足 闲着没事 还能逛逛超市 抱着儿子种种花 见个鱼塘捞捞鱼 等儿子亚当渐渐长大 妈妈拉着他去跳舞 爸爸则教他打拳击 学习外语和股票 爸爸甚至还将自己 珍藏多年的棒球卡和股票 送给亚当 他们全然不知 这些东西在以后会有多么重要 很快亚当已经长大成人 单身35年的他 给自己许下了 娶个老婆的生日愿望 吹完蜡烛 过完生日 全家还在做着美梦时 避难所大门终于解锁 一家人立马冲过去 打开了大门 等了这么多年 终于要重见天日了嘛 爸爸率先士卒 决定上去探探路 这么多年下来 自己家早就被一家破酒吧 占为己有 爸爸坐着电梯突破地面 把酒吧老板吓得够呛 这道圣光 难道就是传说中的上帝吗 老板一激动 直接晕倒在地 爸爸来到室外 怎么有人在啃垃圾 还有人随地呕吐 这女人怎么嗓音这么雌性 等等 这是个男的 完了完了 这场核辐射 居然把人类都搞变异了 不能出去 不能出去 结果爸爸一激动 把自己给激动坏了 这下为了给他买药 亚当不得不出去 临走前 爸爸叫来亚当 如果他看上哪个女孩 一定要找个正常 没变异的 很快 亚当也来到了地面 酒吧老板还在点蜡烛拜神 一见到亚当 连连喊道 Oh my God 亚当走出街道 这蓝天白云 这小萌妹 这个黑人 这些东西 以前都只能在电视上看到 现在亲身见到 是多么的新鲜 多么开心 亚当坐上巴士 准备找家店买药 再买点物资 回家储备着 结果巴士一停车 亚当买完东西后 发现自己忘了回家的路 最下糟了 坐巴士坐到晚上 把剩下的钱都花光了 亚当想起 爸爸送他的棒球卡 决定卖出去换点钱 店主一看 这百年老卡 脸上都憋不住笑了 他忽悠着亚当 这叠卡值五百块 就在这时 一旁的金发美女夏娃 挺身而出 你可别当冤大头 这叠卡一张可是值六千块的 你瞧瞧你这里 一张 两张 三张 这么多卡 整个街道 现在就你最富了 赶紧 无卖 走人 因为亚当找不到家 只好让夏娃 送他去酒店 报酬 则是三张卡 结果一走进房间 拉开窗帘 隔天 夏娃找了过来 他觉得自己 仅仅是开车送个人 就赚到上万块 内心过意不去 想要还卡 而亚当其实已经对夏娃 一见钟情 不想让对方离开 表示自己想取个 没有变异的正常老婆 而且必须在两周内取到 如果夏娃帮自己找到了 那报酬大大的多 夏娃接到这单美差 自然是答应了下来 为此 夏娃带着亚当 住进自己的公寓 同住的还有个男室友 对方很是喜欢亚当 还带着他一起去购物 带他在公园溜滑冰 当亚当看到一旁的大海 眼睛都发亮了 他像个孩子一样 脱掉鞋子 立马躺进了大海的怀抱中 这个男孩多么单纯 夏娃为了早点 给亚当找到老婆 带着他来到夜店 亚当一出场 就被很多女人看上 纷纷向他投怀送抱 还邀请他去跳舞 多亏妈妈教得好 亚当站在舞池 就是全场最佳 认住了所有客人 然而在相处期间 夏娃对亚当也有了感情 看到别的女人靠上他 内心很不爽 为了报复亚当 夏娃也找了个男伴 亚当看到后 也很不是滋味 他想要带走夏娃 但男伴并不同意 还推嗓着亚当 结果下一秒 两人回家后 聊起了天 气氛慢慢的 变得暧昧起来 此时夏娃提出疑问 你有没有谈过恋爱 亚当却表示没有 他见对方这么惊讶 只好讲起了自己的故事 但夏娃听完 什么避难所 什么核辐射 我爱上的人 不会是神经病吧 第二天亚当和舍友 出门逛街 没想到的是 他居然找到了自己家 亚当想回去找夏娃 谁知对方偷偷叫来人 想要抓走他 去接受心理治疗 亚当自然不肯 逮住机会逃跑走人 亚当还跑了一圈回来 将报酬交给夏娃 接着坐上货车 直接开流 回到了父母身边 另一边夏娃来到亚当住的酒店房间 想要把他落下的东西还回去 这时舍友发现亚当用过的东西 生产日期都在35年前 而那叠爸爸送他的股票 早已价值上千万 亚当现在就是个千万富翁啊 这一下夏娃终于相信 对方说的全是真话 他很是自责 想要找到亚当 但找了整整一天都没有消息 就在快要放弃时 熟悉的身影出现在夏娃面前 他立马下车 冲过去和亚当相拥 两人终于在一起了 一段日子后 两人结了婚 亚当还买下了一栋豪宅 向父母都接过去住 还帮酒吧老板装修了酒吧 这么善良淳朴的男孩 希望他可以永远的幸福下去 事实告诉我们 攒这么久的钱 还不如咱点拥有时代流行的小玩意儿 说不定几年以后 就会变得十分值钱呢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这部电影叫做超时空宠爱 欢迎关注科幻战舰 我们下期再见 谢谢大家